Late night when you need 就能看到一些小瑕疵 像豆映、蚊虫叮咬之类的 相信我这种肤框 应该是现在大部分人的肤框 既不是完全的瑕疵皮 但是又不会一点瑕疵都没有 我这半边脸有连着四个小疙瘩 其中这两个是肉质 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质 可以长得这么像个痘 接着连着两个是前几天被蚊子咬下的痕紧 首先完美底妆的第一步 一定是做好妆前保湿 我会在妆前先敷一片面膜 我会选择这种纯补水的面膜 就是8块钱或者10块钱一片 除了补水没有其他软用的面膜就够了 平价面膜用在妆前做保湿非常合适 这样后续的底妆绝对会服贴很多 而且妆前贴面膜的时间也不一过长 大概是5到10分钟就可以撕下来了 千万不要等面膜干了之后再撕下来 完美底妆第二步妆前乳 我会用贝林飞的反恐精英 挺多人说它会搓泥的 但是我觉得是取量的问题 一定一定要注意黄豆力大小就够了 用指腹揉搓把这个黄豆再分成两份的量 分别涂在眼睛下方到鼻翼周围 那一块毛孔最粗大的地方 爱出油的鼻头额头也可以来一点 完美底妆第三步遮瑕 我会先用比粉底液深一个色号的遮瑕液 来遮黑眼圈 这种深色遮瑕比浅色遮瑕效果要好很多 但是一定要用在底妆前 我会用海绵蛋叻把它铺开 虽然粉底液没有粉底膏遮瑕效果好 但是用在眼下是最合适的 接下来呢我来遮一下我脸颊大范围的褐色的痘印 还有一点嘴角的暗沉 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用到颜色修正类型的遮瑕膏 我会配合昭蓝的地狂风姿遮瑕远密 不然会有点干 用亮黄色提亮一下嘴角的部分 再用紫色遮盖一下脸颊处的深褐色痘印 圈一下重点像这种大范围的 或者需要颜色修正的都应该是要放在底妆前 底妆后的遮瑕呢只是再次遮去一些残存下来的瑕疵而已 上妆工具非常重要 我喜欢用这种浸湿之后完全拧干的海绵蛋 我觉得上妆效果是最好的 先挤这样一管粉底液在手上就够了 我会先用手指把它点开之后呢 再平铺在脸上 以前我画底妆就喜欢一坨一坨的往脸上点 但是后来我发现 有的时候有些地方会点多了 有些地方会点少了 点多的地方呢就造成了假面卡粉 点少的地方又遮不住 所以我现在会先用指腹 把粉底液平铺在脸上之后呢 再用海绵蛋按压 如果你家里有蛇形的扁平的粉底刷 那么用刷子也是很OK的 用海绵蛋反复的拍打按压 让底妆跟皮肤更好的融合到一起 确渔 下一步呢就是再次的局部遮瑕 用跟粉底液一个色号的遮瑕液 遮瑕各个也是可以的 手上有什么用什么啊 点在你遮不掉的瑕疵和斑斑点点上 如果黑眼圈内勾非常严重的妹子们呢 也可以在内勾的位置再点上一点 记得要少量多次 因为眼下实在是太容易卡粉了 依旧是用我们的海绵蛋 把边缘给熨染开来 这个时候就不要像上粉底液一样死密拍了 要保持中心位置你的遮瑕液还健在 持续要熨染边缘就OK了 完美底妆的最后一步就是定妆啦 我会用胶蓝的这个蜜粉 它比较的轻薄也比较自然一些 然后我用makeup forever的这把小胖蹲来定妆 我会先打圈取粉 然后呢在手上再打两圈 把多余的粉给撇去 这样上脸之后才会比较自然 然后在眼下到鼻翼这块毛孔粗带的地方 我们用点的形式 把散粉像这样戳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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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我们的毛孔里 填补一下毛孔的那种空隙 如果有遮瑕过的地方也尽量用点戳的形式 这样就不会破坏妆面 其他地方只要打圈式的清扫就OK了 我们还是要保持其他地方的妆感自然清透 OK啦这就是我的完美底妆大法 你们学会了没有咧 每周一干货的放送已经结束了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啦 拜拜 拜拜